准备很多书,那准备要进去好好的来念书 都在我的安排之中啊 半年请我就安排好了,我们后会有期 曾引发高雄直播组织乱的网红连千亿 确定将于6月1日入狱进修 对此连千亿表示 我是抱着愉快的心情啊 准备很多书,那准备要进去好好的来念书 都在我的安排之中啊 半年请我就安排好了 祝福你们,大家一切顺利,事业顺行 采用妄境,身体健康,我们后会有期 不只如此,连千亿也在脸书贴出自己的新发型 还说剪这样凉快很多 提前向大家告别,自己要准备进修 韬光养晦,让不少粉丝留言 加油保重,大家会等你的,行安 保重新丹童地,不要紧急,时间到了 阿凯你要设计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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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设计了 我们的前辈啊,就真的准备好好来念书 目前等通知啊,对啊 我正先等通知啊,没关系,时间到了 阿凯你要设计就要设计就要设计了 这次我买了很多书,也买了蛮多书的啊 我买了很多,日本经营之圣道圣和夫先生的书啊 还有洛克菲勒先生的书啊 对啊,买了很多他们的著作 因为他们都是我很崇拜的前辈啊 就真的准备好好来念书 直播主连千亿过往形象海派 言行经常引发话题 日前被控叫缩小弟 到另一直播带货业者店外开枪示威 引发所谓的直播主之乱 昨24日他被判刑七年定验 即便连千亿暂时失去自由 但脸书仍然持续有更新 稍早透过留言区与粉丝们问好 关于连千亿的刑事责任 一审高雄地方法院已组织犯罪条例 枪炮刀谢管制条例等罪 判处连千亿七年有期徒刑 恐吓及强制等罪则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得一科罚金 二审维持原判 一年有期徒刑部分定验 七年有期徒刑部分 案经上诉三审 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定验 也就是说连千亿确定入狱了 就在连千亿判刑定验的这一天脸书仍然活跃 其中分享了他与其中有人封割的合影 连千亿感慨曝光了人生心得 好友就是要不为了利益 彼此关心 雪中送炭 有钱没钱都是其次 在社会上跟任何人的交情都像是一张悠悠卡 你除职越多的人情 做好更深的人际关系 在未来 你早晚用得上的 到了深夜十一点多 连千亿账号也在该篇贴文底下继续留言 写到大家晚上好跟粉丝们打招呼 这个OMP这些低频是假货吗 有没有话在消费的时候 我个人的NFT正式开卖 我个人的NFT正式开卖 目前预购大概一张在28000块 然后后来涨涨涨涨涨到应该现在47000 我的今天我的NFT的股票上市三个钟头不到全部秒上 有穿过给我看过 这双湿袜怎么会穿过 然后全部卷在一起 在柜子里面 文文 你昨天出去的时候 爸爸有没有买一双袜子 黑袜 有 有还是没有 有对不对 给你的 给我的黑色的对不对 对 给我的黑色的对不对 這是一個未來趨勢 未來的趨勢 接下來要買百達斐力 要買勞力士 我不接受現金 來我這一台 你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而已 能夠了解嗎 來我這一台 你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 百達斐力跟我換勞力士 你不能跟我用現金買 能夠了解嗎 從今天開始 在我們藍庭公司 你要買勞力士 要買百達斐力 要買勞力士 買百達斐力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我們不接受現金 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 連接NFT的股票來換 我們才接受 這是一個未來趨勢 未來的趨勢 接下來要買百達斐力 要買勞力士 我不接受現金 來我這一台 你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而已 能夠了解嗎 來我這一台 你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 百達斐力 跟我換勞力士 你不能跟我用現金買 能夠了解嗎 四大隊在日前接獲民眾報案 他們指稱 聯某他等人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 來販賣NFT區塊鏈的商品 並且強調這個NFT 它本身的賦能價值 以及它未來可能的獲益 那以至於多名的被害人一時不查 在購買了NFT之後 那因為無法實際將這些NFT 那兌換如剛剛所講的 負能及附加價值 因此向本局提出詐欺告訴 那四大隊受理之後 立即跟台北新北的警方 組成專案小組 全力來收證 那同時報請新北地檢 智國黃冠傑檢察官來指揮偵辦 那在今天凌晨上午的時候 來發動搜索跟具體行動 那一共帶回聯險等世人到案 那現場有查扣 這一次NFT賦能所使用的一個 GRA的鑽戒 以及iPhone 13的模型機 還有它涉及來經營這個直播網站的 手機電腦等張證物 那預計訊後之後 會依刑法的詐欺 以及組織犯罪條例等罪嫌 來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那這邊要特別呼籲大眾 因為NFT是一個新興的區塊鏈的商品 那是否能夠兌換相關的負能價值 以及所訴的等值的商品 這個是有一定風險 那也請民眾要務必小心 不要輕易的投資 不熟悉的虛擬通貨的一個商品 以免受騙 那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打電話來諮詢 16反詐騙諮詢專線